好 今天這一集比較特別 我們不談iPhone16了 是有一個小老弟留言說 坂大那你之前這個iPhone15 Pro Max 這樣經過一年 你的使用的這個機子的狀況 跟有沒有什麼心得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那我就現在手中這個是15 Pro Max的 那我現在裝的這個殼是我蠻喜歡的 這個是我朋友 一個Harrison的一個 黃色的No Man Sport的保護殼 那這殼也都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就不講殼了 我們就把它拆起來 這個可謂是把它列成第一名的 然後放去放邊 好 那首先我覺得你們應該是會 很想要知道說整體的外觀 那我整體的外觀 其實這個邊框 我都弄給各位看 即使是沒有任何的損傷 但是你說我沒有刮傷 是有兩處 不過你說以單純外框這個邊的話 會比那個14以前的不鏽鋼的好 非常多 基本上這個外框是沒有 我只有在這個底部 底部這個喇叭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刮痕 你們看這邊 最後這個孔洞這裡有一個刮痕 很小一個啦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弄到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在這個 按鈕的部分 按鈕的這邊有一個洞 這裡有 你看這邊黑黑的 就只有這兩個地方 可是這兩個地方 你看不到出來 還有就是說 跟我這個14 Pro Max 你們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14 Pro Max不鏽鋼 是刮的亂七八糟 所以以太的邊框的這個 強度我是覺得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要換中15開始的話 我是覺得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外觀沒有 那螢幕的部分 因為我本頻道 我只推小豪的保護貼 所以這個保護貼 這個是Pro的 就是它最抗衝擊的 最頂的2680的這個保護貼 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關按了給各位看 就是一樣很閃亮 而且小豪的這個塗層 這樣子都是非常好 也沒有任何的受損 然後再來就是看這個 後面的鏡頭 我這個都沒有在貼鏡頭貼的 沒有任何的受損 那還有你們看到的說 我在使用 我是沒有去特意的保養 我們都極限操作 就隨便亂弄啦 就是說 基本的日常 我們沒有很刻意去照顧 所以鏡頭也是都沒有任何刮傷 包含這個金屬圈 我們也沒有貼任何東西 也是沒有任何刮傷 所以它的其實 不是說像你們想像中的那麼脆弱 就我們不會亂摔啦 所以整體都是非常好 跟新的一樣吧 你們現在看這個外觀 也沒有任何的受損 所以它頂多就是兩個地方刮傷 就是我說這個喇叭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刮痕 跟按鈕的地方 一個小點 可是如果其實你遠遠看 根本看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看到我這個15 Pro Max 應該是跟全新的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的使用的經驗 就是15 Pro Max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在使用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在拍照錄影 第一個我就是可以拍得很近嘛 就是它有這個微距嘛 那以前可能是以前的微距的部分 沒有像它這樣可以拍很近嘛 那我在開箱的時候 就有的細節就可以拍得更清楚 那另外就是說 它的這個變焦更遠嘛 那有時候像我在錄一些這個影片 或一些什麼 我就可以等於放大放的更多嘛 所以這個是它在攝影的部分 除了這攝影有提升以外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是 它的這個Type-C的這個孔 就是說以往呢 像我要傳去給iPad的話 我用這個AirDrop要傳兩個小時 或幾個小時的影片很慢 那我現在呢 接上比如說我買的這個是小豪的這個快充線 那我這個快充線呢 我如果去接iPad的啦 或什麼 大概兩個小時的影片 大概兩分多鐘就傳完了 你們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說你現在有Type-C再傳去iPad 編輯會更快 那因為我沒有在用筆電或什麼一些傳輸 聽說就是說 如果你用這個Type-C去傳電腦或傳什麼 也是比這個Lightning快很多 那你再買一條像小豪這個最高速度的這個充電線 又會更快 所以我覺得這個Type-C是非常好用的 那至於說這個動作按鍵呢 我是覺得根本沒什麼用到啦 可能你們有一些小小弟妹會比較會玩 或一些什麼的 但是我可能這一年的話 我動作按鍵應該按沒幾次啦 頂多是按靜音而已 可能我不會像說你們有要去設定一些什麼感應 或者是一些什麼手電筒有的沒的 想要用在這一顆按鍵上 我都沒有 我都是頂多是靜音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反而沒有什麼太大的一些用處啦 然後 我是覺得到iOS18是一個大敗幣啦 我本來常在錄影的 結果我現在iOS18我發現 它的這個影片跟第三方的我有付費的軟體 都沒有辦法編輯 所以我現在很多影片我都卡住 都不能弄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蘋果的手機雖然功能很強 可是它的軟體 有時候會跟它的一些第三方的APP會衝突 還有它的這個這一次的iOS18 在影片的這個還有運作的部分 真的是問題很大 其實也不是只有15而已 我現在拍上面這個是16 Pro Max 我在錄影的部分也是遇到很大的問題 一些軟體都不能弄了 編輯軟體 所以我是希望官方可以去改善這個問題 尤其是調成4K 120幀的話 再跑一些第三方軟體幾乎全部都當機 所以15 Pro Max其實還是非常好的 那我覺得都沒有太大問題啦 重點就是應該是說iOS18 我是希望Apple官方能把它做得更好 不然其實手機15 16真的都是非常好 沒有什麼 當然有一些地方我們去挑缺點 可是iPhone的手機就是很好 你看我這個整體都是跟新的一樣 對啊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而且就是非常好用 你如果有在拍影片的 你一定要換到15以上 那我是建議說這一次 如果你不要換到16的 你至少你去換15 Pro的系列 我都有講15的意思都是 我是建議都是買Pro的啦 15 Pro或15 Pro Max 現在應該是比較好入手的時機啊 如果你不要這個拍照的相機按鍵 因為我覺得那個相機按鍵 也沒有太大的多厲害啊 頂多比較好的用處就是 快速的打開快速的拍快速的錄影 其他的我覺得跟15沒有太大的差異 對啊 所以今天自己只是說 其實15 Pro Max還是非常好 然後各方面都跟全新的一樣 刮痕刮傷 邊框小瑕持兩個地方而已 可是如果我這個沒有告訴你 你沒有仔細看你看不出來 跟14以前差太多了 以前那個不鏽鋼 我整支拿出來全部都刮傷 好那今天自己就是 拍給你看啊 跟全新的一樣 保護殼一樣 在用都是非常的好 好那今天自己就要這老箱 對人會有幫助 好看喔 好看喔